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世界最值得你去的地方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在摩纳哥赛道上比赛玩遥控车 赛车手来荡裁判 二,在布宜诺斯爱丽丝探歌雕像前 比赛弹吉他,舞者来做观众 三,在吉萨金字塔旁比赛骑骆驼 太阳神来给指点 纳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在摩纳哥赛道上比赛 玩遥控车,赛车手来荡裁判 想象一下,阳光明媚的一天 在世界上最著名,最具挑战性的街道赛道之一 摩纳哥赛道上,一场非同寻常的比赛正在进行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方程式赛车比赛 而是一场遥控车比赛 是的,您没有听错 就是那种小孩子们在家里或者公园里玩的遥控车 但这次,他们的赛道是摩纳哥 而且,比赛的裁判不是别人 正是那些在真实赛道上驰骋的方程式赛车手们 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赛车手们穿着他们的赛车服 但手中拿的不是方向盘,而是遥控器 他们的表情严肃 专注于手中的小型赛车 就像在真正的比赛中一样 观众们也同样兴奋 毕竟,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可以看到他们心爱的赛车手们 展现出不同于平时的技能 但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关于速度 在摩纳哥这样狭窄且充满挑战的赛道上 遥控车的操控技巧变得尤为重要 每一个转弯,每一段之道 都考验着赛车手们的遥控技巧 和对赛道的熟悉程度 而且,不要忘了 他们是作为裁判参与的 这意味着他们还需要公正地评判 其他参赛者的表现 现在,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 想象一下,一位赛车手在紧张的比赛中 不小心按错了遥控器上的按钮 导致他的遥控车做出了一系列滑稽的动作 比如突然原地转圈 或者直接开出赛道,冲向观众席 当然,安全是有保障的 场面一度变得既紧张又滑稽 观众们忍不住爆发出笑声 而赛车手本人也只能苦笑着 接受这个小插曲 同时也展现了体育精神的一面 在竞争中不失幽默和风度 最后,当遥控车冠军产生时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一场跨越了真实与模型 专业与娱乐的精彩盛宴 赛车手们以裁判的身份参与其中 不仅展示了他们对赛车运动的热爱 也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在赛场上外的另一面 更加亲民和有趣 这样的比赛 无疑为摩纳哥赛道 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也让人们再次确认 赛车运动不仅仅是关于速度和技术 更是关于激情 乐趣和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布宜诺斯艾丽丝探歌雕像前 比赛弹吉他 舞者来做观众 在布宜诺斯艾丽丝的某个角落 有一个场景可能会让你既感到惊讶 又忍俊不惊 一群吉他手在一座探歌雕像前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比赛 而那些原本应该在舞池中旋转的探歌舞者 此刻却成了静静的观众 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下午 阳光透过布宜诺斯艾丽丝的老树之夜 颁布的照在那座表情凝重 姿态优雅的探歌雕像上 雕像周围 一群吉他手证准备展开他们的比赛 他们的吉他盒子散落一地 彷彿是战场上的盾牌和长矛 而在这场战役中 最不可思议的观众 莫过于那些探歌舞者了 他们穿着传统的探歌服装 男士们身着紧身西装 女士们则穿着闪亮的裙子 但此刻 他们不是在舞池中旋转 而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眼睛紧盯着那些手指 在吉他弦上跳跃的吉他手 这场比赛开始了 第一位吉他手踏上前 他的手指如同跳舞的探歌舞者一般 在吉他弦上轻盈地移动 随着音乐的流淌 你几乎可以看到 空气中跳动的音符 他们在雕像和观众之间 编织出一张看不现的网 接着 其他吉他手 也加入了这场音乐的盛宴 每一位都带来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从激昂的弗拉门歌到深情的民谣 这场比赛 不仅是技巧的较量 更是情感的交流 而那些探歌舞者 此刻成了最佳的观众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欣赏 偶尔还会随着某个旋律轻轻摇摆 你可以想象 他们的心中 或许正在想象着 如何将这些旋律 转化为舞蹈的步伐 如何在舞池中用身体 去诠释这些吉他手的情感 最终 当比赛结束 掌声雷动 无论是谁成为了胜者 这一刻 每个人都是赢家 因为在这个下午 音乐 舞蹈和友谊交织在一起 创造了一个难忘的时刻 这就是布宜诺斯爱丽丝 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 能让吉他手和探歌舞者 在一座雕像前 展开一场难忘的交流 在这里 音乐不仅是声音的艺术 更是连接人心的桥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吉萨金字塔旁比赛 骑骆驼 太阳神来给指点 在吉萨金字塔旁比赛骑骆驼 这不仅是一项考验勇气和技巧的活动 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 想象一下 你正坐在骆驼背上 金字塔在你的眼前微额耸立 而太阳神拉 则在天空中微笑着观看 准备给予你神圣的指点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骑骆驼这件事 骆驼 这种被称为沙漠之舟的动物 其实是一种非常有个性的生物 它们既顽固又耐心 能在沙漠中长时间行走 而不需要水 但是 如果你想要在金字塔旁的骆驼赛中取胜 仅仅依靠骆驼的耐力是不够的 你需要与你的骆驼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 让它能感受到你的意志 并与你同心协力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太阳神的指点 在古埃及神话中 太阳神拉是最为强大的神之一 它掌管着太阳和光明 当你在金字塔旁骑骆驼比赛时 如果能得到太阳神的指点 那无疑是最大的荣幸 但是 如何才能得到神的指点呢 这需要 你有一颗敬畏之心 以及对古埃及文化的深刻理解 想象一下 当你在沙漠中奋力前行 太阳神拉从天空中投下神圣的光芒 指引你的方向 这不仅是一场骆驼赛 更是一次与神对话的机会 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联系 仿佛古埃及的先民们也在为你加油 最后 当你在金字塔旁的骆驼赛中 勇夺冠军时 不要忘了向太阳神拉致敬 毕竟 是它的指点 让你在这场穿越千年的比赛中 取得了胜利 而这一切 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胜利 更是一次对古埃及文化的 深刻体验和致敬 所以 下次当你想要在 吉萨金字塔旁比赛期骆驼时 记得 这不仅是一场体力和技巧的比拼 更是一次与古埃及神奇对话的机会 谁知道呢 也许太阳神拉 真的会给你一些神圣的指点呢 最后 我想对大家说 这些比赛虽然是想象出来的 但它们却让我们看到了 体育运动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无论是在摩纳哥赛道上比赛遥控车 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探戈雕像前比赛吉他 或者在吉萨金字塔旁比赛骑骆驼 这些活动 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运动的力量 和文化的魅力 在这些比赛中 我们看到了顶级赛车手和舞者们不同于平时的一面 他们以裁判或观众的身份参与其中 展现了更加亲民和有趣的一面 这些比赛也让我们意识到 运动不仅仅是关于速度和技术 更是关于激情 乐趣和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 所以 我想问问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觉得这些比赛有趣吗 你会愿意参加吗 或者你有其他有趣的想法和建议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